馬拉天后宮 快樂向前衝 YA 其實在演藝圈 要進到演藝圈最好的方式 就是像某一個人 有明星臉最容易 舉例來說 李玉芬 李... 李玉芬 像TV演 對 徐若瑄 像陳柏春 周杰倫 對 你們要尊重一下 第一次來了 歡迎園大哥好 歡迎園大哥 恭喜發新專輯了 新專輯 買水的酒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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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沒有 喝酒的人 都會幫自己找很多藉口 所以不一定是壞事 好事也可以找藉口 他的歌都是那種 那個大的那個 發連檔的 那個連續劇裡面的那個主題曲 真的 片頭跟片尾 這太強了 一邊紅 一邊紅 歡迎 歡迎 歡迎大哥 你好 很久沒看 真的 演藝圈好像沒有人跟你像的 跟我像的 長相好像沒有的 有啦 有像港星 港星那種快遞 我像嗎 像萬紫樑那個 這種痛的感覺 對 大哥痛 就是今天來了幾位朋友 他們敢說他像哪一些明星 我們就敢讓他來 觀眾你就敢看 就像當初博春就說他敢說他像 周杰仁 也不錯 真的有一點像 真的滿像的 對啊 今天來的都很敢講 他們都 他們認為他們像是大明星 而且是大明星 是他們認為還是大家認為 我們 我們剛才就講了 他們敢認為 我們就敢請他來 觀眾有什麼不敢看呢 沒錯 如果真的好 我覺得很多蜘蛛人 就可以發覺他 很多經紀人來找他 萬一真的不是很像 就門再關起來了 一不像就關門 三秒鐘 馬上關門就對了 對 那怎麼樣方法最快呢 先看他覺得他像誰 好 好緊張喔 最快好不好 我簡單聲音問一下好不好 好 哈囉 一號 你好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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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講一下人家說你像誰嗎 國中的時候 同學們都覺得我很像那個 何佳進 國中的時候像何佳進 以前也包天天的那個展大人 像何佳進 是的 OK 好 那我看看他好不好 我們來鑑定一下 好不好 到底像不像何佳進呢 歡迎一號 一號 一號 少爺哥好 我覺得很像痘痘先生 對 妳先擺一個褲一樣 最像他的角度給我們看一下 對 看一下不要親 對 擺一個讓我們覺得像的 就是痘痘先生 多多先生帥氣吧 菁姐 少爺哥 我覺得他好面熟 他是不是演員啊 你是演員嗎 是的 蛤 你是今年有入圍金鐘獎 最佳男配角的 是的 我是古兵 真的假的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覺得他很面熟 我們大概連工作人員都不知道吧 你是拍哪 你有入圍金鐘獎啊 拍哪一部戲 我是拍客家電視台的 雲鼎天很難 是包青天系列的嗎 不是 客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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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先生也在客家電台 他講雲鼎天很難 還包青天 你知道你這是何佳進嗎 你演員啊 你有入圍金鐘獎啊 很厲害 恭喜 好想看一下你的演技 金鐘優質節目 菁姐也是入圍的啊 我知道 對 那你怎麼看他演戲 你可以講客家話嗎 你學客家話 你就講說啟稟大人 你講包大人 這個人要拖去殺 用客家語講 對 你是假的 小鐘 你是假的 你是那一個 你是假的 好難過 但是我沒有覺得你很像何佳進 沒有特別像 菁姐我剛剛從下面這樣看下去 真的有幾個角度很像 一定要從下面看 你不要笑就會 可以比較接近不要笑 擺那個酷酷 而且她的眼神那眉宇之間好像 有她的眉毛真的還蠻像她的 那個角度她的眼神還蠻像 對 那個很重要 對啊 你胸一點胸像那樣 可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因為你的胡渣 真的讓你怎麼看都像痘痘先生 對啊 你怎麼看都像痘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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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都痘痘先生比較多吧 你可以做痘痘先生的表情嗎 狐渣扣分 好像 好像 可是我還是很想看她 模仿一下這個眼神 因為這個眼神比較有殺氣 殺氣 正義靈感這樣子 如果你有演鼓動的話 你看至少有一個動作啊 什麼什麼的 來 自己唱個那個報青天好了 我拿無數 等等 等 瓜哥的歌 袁大哥可以幫忙唱一下嗎 鐵面無石 走啊 走 快點 給我看一下身段 有一個眼神 對 其實我會的是跆拳道 要有何家進的那種帥氣 對 有意願嗎 進道 力道這樣 文一小聲 人家跆拳道還登登登 好 好酷喔 真的會耶 有兩下子喔 另外一個翻結嘛 這是下壓 對 翻結吧 好穩喔 真的會耶 真的會 菁姐 翻結啦 對 可是我覺得她超穩的耶 你是很大的翻結 你知道翻結嗎 我知道 對啊 動作一模一樣 他跟你一樣也像蕙雪 好像啊 有像 而且我發現她一踢腿的時候 是翻結 翻結 落地 而且 她笑得很開心的時候 更像 更像 她笑到那個極致的時候 她整個好像痘痘先生喔 她笑起來就是像痘痘 妳不要笑有一點點神視那個啦 就是 林志穎 不是 合家進啊 合家進啊 就是有點偶像的感覺啦 她笑起來是 是這樣的話 很有偶像的感覺 她笑起來就會這樣 所有紋都跑出來了 對 紋都會緊出來 好反差喔 所以她還蠻含蓄的 那這樣子 邊看看後面還有什麼人好不好 OK 待會兒邊給他們很多 給他們意見好不好 好的 好 歡迎 歡迎 請坐 第一個其實實力很堅強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素人 對啊 今天是算大明星了耶 就算 就入圍金鐘獎的 哪算小咖 大咖 今天來的都是有入圍的嗎 她的 她是一號而已 對 接下來 我問一下 2號妳好 妳好 黎清潔妳好 妳一定有廣東腔 對 我是從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 好厲害 就是妳是來發片嗎 還是什麼 就是來 錄影 整個節目 是錄嗎 那天后宮 是啊 對 專程來的 是啊 錄完之後呢 錄完之後就回去了 9點鐘飛機 哇 請問人家說妳像誰 張婆子還有張子儀吧 哇 歡迎2號 好漂亮喔 好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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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的都是大明星對不對 相當人都認識她 對 合作過 古天樂 古天樂 我知道 錄完之後呢 錄完之後就回去了 9點鐘飛機 哇 哇 這樣聽起來感覺妳胸有成竹 妳會覺得妳自己很像這個藝人嗎 呃 自己啊 都有一點點吧 像 像港人嗎 寶媽嗎 像寶媽 還是像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曾志偉來了 目前看不太出 沒有 因為有的時候 要某些角度才看得出來 請問人家說妳像誰 張婆子還有張子儀吧 哇 真的假的 張婆子跟張子儀 都是美女 都是美女 兩個都是亞洲型的天后 嗯 太誇張了 我希望可以在台灣發展的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 倒鐵錢過來的 喔 倒鐵錢的 妳要 妳是想唱歌呢 演戲呢 還是模特兒 我想唱歌還有演戲 喔 都可以 都可以就覺得 都可以 全方位的 那做過模特兒 一定要代表她漂亮 她夠漂亮 漂亮可以唱歌又可以演戲 那就是楊丞琳啊 很有野心 就張婆子嘛 美女愛叫什麼 喔 妳喔 全方位 很高興妳來喔 那我要歡迎妳出場囉 壓力好大 捧這麼高 真的 真的 好了 張博之 張子儀喔 好不好 是 香港來的 歡迎2號 喔 喔 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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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像 妳好 葉子妹 瘦的葉子妹 真的 瘦的 妳們對看葉子妹跟她臉像不像 Key上去 妳知道葉子妹嗎 葉子妹 我知道 就是那個波霸 我沒有那麼大大 她說妳的臉像嗎 真的嗎 像啊 會失望嗎 不會 她像誰 如果張子儀跟張博之 她不知道她怎麼像張博之 她就是要這樣子 就像張博之 這點像 沒有 真的 妳眼睛像 到這裡 露一點牙齒妳再笑起來 就有點這樣在晃動的東西 露影露現就像 對 妳有想要拍廣告 是 妳有拍過廣告嗎 有 在香港 拍什麼的 千題公司的大演員 現在在香港有出的 喔 千題的啦 好像在雜誌上有看過 她的 以他來 是不是 為他來 喔 我知道 為他來 所以妳想要 想要 想要演戲啊 是啊 妳演戲很困難欸 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我是導演說 哇 妳都看她Kiss了 對啊 現在叫妳跟她Kiss 妳就要Kiss了 都要做的 蛤 都要做的 都要做的喔 然後現場演一下 也要考一下演技啊 哇 邵文這麼會演戲 真的 他現在演八點檔 他有入圍金鐘獎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 這個八點檔開始要演了 來 然後但是那個 等一下 妳來 厲害 考驗一下 但袁大哥第一次 我們兩個想要跟他 就是有機會接吻 但他都拒絕 人家拒絕很好奇 為什麼拒絕我們 因為他心有說實 是喜歡袁大哥 然後就在我們面前 就Kiss大哥 他們兩個來追你 你都把他推走 不要 我們就打退堂鼓 對… Fuck you 他只給你再多錢 都是不要 我心中有愛的人 那個 對… OK Action 馬小姐 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你接個吻嗎 其實我真的好喜歡你 真的嗎 但是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再靠近 靠近 你沒有靠近他 就是快忍不住 快忍不住了 我沒有感受到玉瑩的感覺 對啊 快靠 還沒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會洗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多 還有多小哥 這兩個 再一個 你們要勾引他 讓他把持得住 大哥 他拒絕我 不要緊 我來 換你了 我來 Liz 大家香港人 給個機會 對啊 給個機會吧 其實 我覺得 你好過他 我知道 你來台灣 只有一個朋友 其實我來都是為了見你 我也知道 但是見他的 但是 真的 真的嗎 我到底終於回到底 終於回啊 結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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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 不要緊 怎麼樣 什麼 前面那一部 還笑我活上去 突然拉到這邊就是八點檔 直接就是長壽劇了 就是 要不要換你玩笑 怎麼會差那麼遠 這個福利只有出道20年才有 真的嗎 真的是 如果我當導演 絕對當然 請你來當女主角 我跟你講她有出專輯 請她當MV 拍那個女主角 妳的女主角 對不對 對啊 好不好 下一張專輯 可不可以邀請她來 交請妳來 可以嗎 MV的女主角 好 請趕快抱一下 親一下 下次 等一下下的節目 我送妳一張我的CD 尾CD好不好 你聽起來好像在騙人 沒有 沒有 你也像 好不正派 拿明片有沒有 拿明片 我跟你講 跟我會有好發展 沒有人這樣子 你聽起來就像騙人的 就是假經濟人 真的 好可怕 在我們節目如果這個播出之後 有人喜歡 其實 你再仔細看 它有點像水塘 有 有一點 笑起來的時候 你也像范文芳 像好多人 新加坡 新加坡天后 對 新加坡 有 我們節目新加坡也有播出來 范文芳 像很多人 對啊 很好 代表妳是漂亮的 對啊 加油 妳要唱歌 來 演戲 然後這邊OK了嗎 妳要唱歌嗎 要 要唱啊 我先問一下觀眾 觀眾要聽嗎 他們說不要 而且不嗆 而且不嗆 我是OK啦 你要專程坐飛機來 為了我們麻辣天后宮 但是觀眾 你們沒聽到觀眾的聲音嗎 觀眾要嗎 OK啦 OK啦 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讓你唱 如果真的我們聽完之後 感覺沒有很好的話 我們那一段會快轉還是不 好 好不好 就是他唱的時候 你們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就說要挺 你就把手舉起來 我們就聽 好不好 好不好 請那個 看一下 好 那你站這邊 這邊光澤漂亮 這裡 現在變成殘酷的舞台 你要唱什麼歌 心與心願 江婆子 歡迎馬子晶 歡迎馬子晶 心痛的無法哭泣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跡 眼睜睜 眼睜睜的看著你 眼睜睜的看著你 卻不能為你 讓你消失在世界的盡頭 讓你消失在世界的盡頭 好 謝謝 他都舉手了 人家歌手都還在聽 你演戲會比較好 真的 對啊 我真的有舉手對不對 都舉手了 對啦 你怎樣 你覺得什麼 我覺得還不錯 前面還不錯 前面其實還蠻有情緒的 怎麼後面有一個地方 突然跑進去 沒有 他感冒 剛剛就是說感冒 你是感冒 可以幫我把他帶回去嗎 可以啊 OK 乖手 OK 你看那兩位 好登隊喔 好了 要介紹我們還有3號 好不好 他說他很像一個明星 3號 3號 你好 你好 人家說你像誰 帥哥 3號出場 好像喔 像...這個真的像 好像喔 你有沒有什麼好處 有啊 像今天就可以來 沒有 像他就不行 下次就不會再找你了 姜友柏還撒嬌的 第一次史上 姜友柏撒嬌 超香像分身力臨現場 讓您看到不一樣的姜友柏 人家說你像誰 姜友柏 帥哥 帥哥一枚 現在第三代 姜友柏 姜友柏真的帥 姜友柏超帥 超帥又超高 超有個性 而且他就是很內斂 他也不想出名 但他就是 因為他那個內斂的氣質 反而更吸引人 對 他們有那個什麼 混血 俄國 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 OK 好 加油囉 好 歡迎3號出場 好像喔 像...這個真的像 好像喔 好像喔 我嚇到了 好像喔 你看鏡頭 哇塞 但你太壯 沒有 高度啦 高度啦 他有這麼壯嗎 有 他有180幾耶 他很高耶 但是你... 你胸肌好大塊啊 你是有墊東西是不是 你為了要像他... 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不可以喔 拿出來 拿出來 沒有... 不可以亂墊東西的 你有帶新衣服喔 沒有... 那你有什麼混血的 沒有 台灣人 哇 很像耶 好像喔 真的很像 你看鏡頭... 這邊這邊都像 笑臉好像喔 哇塞 這一塊... 下巴這一塊好像喔 而且臉型整個體型都還蠻像的 身高也很像耶 而且 他的臉型就像老外這樣 很窄的窄臉耶 像蔣友柏有什麼好處 嗯... 我之前就是 我在做... 現在在做模特兒 然後... 之前在比賽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知道我自己 要表演什麼才藝 然後我想說 好吧 因為既然大家都說 蠻像蔣友柏的 那我就... 模仿蔣友柏唱一首歌 你還會模仿蔣友柏 我唱過歌嗎 沒有 模仿蔣友柏的造型 唱一首歌 喔 喔 就是你本人唱一首歌啦 對... 你怎麼不脫掉衣服 給我們看肌肉就好 就是你本人家 因為 這個 因為沒有人看過 他脫掉衣服過 對啊 蔣友柏從來 就是今天都轉台過來看到 蔣友柏脫了 蔣友柏脫了 我跟你講 這才有受視率 才有人在找你 屁股高啊 對啊 我們這會有 會不會有詐欺的嫌疑 你真的要唱歌嗎 剛剛唱歌 我覺得沒有很討喜 其實沒有好好的 可是身材更不討喜 所以 真的喔 你剛才不知道 我們這個唱歌 是有很嚴苛的那個標準 你只要一唱不好 他手舉起來一定會不會唱 想不想聽他唱歌 不想的請舉手 不想喔 對... 我還蠻想的 真的嗎 你想嗎 對啊 你想嗎 你想嗎 我蠻想聽他唱歌的耶 哇 你真的好做內在喔 好啦... 你叫歐陽什麼 我叫歐陽漢廷 漢廷 漢廷 其實我們先 你別人往那邊走沒關係 你真的有沒有什麼好處 像張友柏 有沒有說案子比較多啊什麼的 或者你可以演一些就是 有啊 像今天就可以來啊 也對耶 對啊 也對耶 下次又不會再找你咧 所以你要想一些新的啊 跳舞啊 好難得看到張友柏還撒嬌 張友柏演戲啊 第一次史上 張友柏撒嬌 像梓芊同學都可以唱那麼開心 梓芊 梓芊同學 人家老爸是劉迦昌明 雖然你阿公是蔣宗正 對 所以那邊挖了他的背景 他可以這樣講 對 那你可以唱30首 對啊 因為你阿公是蔣宗正 好 加油... 加油 很好 三長的擁抱 我還在燃燒 但你心裡的浪潮 拒絕讓我看到 拍子有點不準 你天啊 不肯定什麼是最想要 愛太悠小樂園 又想煎熬 散場的擁抱 混亂的心跳 多寧願只是爭吵 還能到最後的舉手 他唱到高音的時候 這完全是看你阿公的面子 沒有 你唱到高音的時候 突然變成包小柏 你一開始唱了兩句 我們就要舉手 就想到你阿公就用 你想到外表 外表他長得很壯 不過那個聲音聽起來 沒力氣的 沒虛虛的 你太緊張了 特寫真的很吸引人 我跟你講你要很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 知道嗎 你唱這麼長 你看那個馬自信 從香港來的 從香港來他一直好氣 都還不舉手 一直看著我們 所以我要謝謝我阿公 對啊 而且你不要想看他 他現在還是學生 幾歲 我77年次 77 77年次幾歲 23 23 還是大學就對了 再來你念書 我念國北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就是以後是老師的 對 恭喜 這樣當老師 真的太帥了吧 哪一科的 教育系 哇 果然 等一下 你要小心送心 他接下來會問你家電話 對 這樣講起來 就是 長得像名人有沒有好處 我想問你 子晴 就是你像張博志有好處嗎 有 這是有的 要包養你 想 多少錢 20萬港幣 20萬港幣多少錢 80萬台幣 85萬左右 這長得像名人 有可能 真的 有可能 我帶一個張博志在身邊 有可能 看在一起 大家都覺得他這樣講 有可能 對 有沒有人想要包養你 目前還沒有 以後應該也不會有 即將要出現 不會 如果舉例來講有人要包養你 會大聲地斥責他嗎 對 所以你知道我阿公是誰 舉例來講我會講說 我可不可以 就是你不要工作 我一個月給你80萬台幣 這感覺是你的姓聲 沒有 沒有 我可怕錢幣 對 我一個月給好一個80萬台幣 過分 一個月給你20萬 你不用工作 一天還是一年 一天 一個月啦 一個月還是一年 一個月 20萬 你動搖了 你是老師 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 你是師範大學 還是不要好了 40 Oh my God 將來要終於陰財 50 你知道50經典還要多做一些節目才有 對啊 我要再穿高一點讚很久 60 應該是都不會 真的嗎 好 最後一口價80萬 你說一個月 不會 那一個月如果500萬呢 一個月500萬呢 你們現在是在計標就對了 所以說500 80嘛 我幹嘛 這是瘦儀問題 數字的問題而已 是買得到買不到 你還是一樣會出賣自己吧 500萬 OK 我覺得我不會 給你意義呢 做不做 會不會 泰國 泰國 沒有啊 恭喜 這個 乾杯 有人好 要想一下囉 有人好 有人好 對啦 但是要堅持啦 好不好 不是啦 你為什麼一直要逼他下海 沒有 我只 看看他的想法 人格有沒有 像蔣又伯這麼崇高 創業這樣子 對 叫他要把持住這樣 千萬再多錢都不要 都不要受到動搖 100億都不要去好不好 好 那你慢慢等喔 好 謝謝 慢慢 還有啦 四號啦 四號 四號你好 菁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來的都是大明星對不對 他不算天王 他知名度非常的高 香港人都認識他 跟我合作過的 跟我合作過的 跟妳合作過 張柏基 跟妳合作過的 那就是 古天樂 我知道 謝霆峰 對不對 一定是謝霆峰 對啊 妳是指工作上合作 還是私底下的合作 工作上 工作上 是 張柏基很多 我們這樣子 讓大家想一想 先讓他先出來 好 讓妳想想看他像誰 好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你一定看過他 對 大咖 跟張柏基合作過的 而且是在電影裡面的 大咖 你一定看過他 你要告訴我他是誰 好不好 全觀眾來看他是誰好不好 好不好 歡迎四號出場 好 看一下 你幹嘛自己出場 對 跟張柏基合作過的 而且是在電影裡面的 對 你一定看過他 你要告訴我他是誰 好不好 全國觀眾來看他是誰好不好 好 歡迎四號出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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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剛才 你應該趕快衝出來 因為你關上就沒有機會 你還等什麼 再給他一次機會 好 再給他一次機會 來 好 幹什麼 等一下 你不要拿這張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走出來 來… 大家好 我是八兩情 哪一個小的抱Q出來 太有種了 抱上你的美好 黃極金千拳 第十代掌門人 不留手 這張 好冷 謝謝大家 還不錯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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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曉得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八兩金很有名 他的藝名就是叫八兩金嗎 當然 超紅的 在香港就叫八兩金 對 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臨時演員 最早 但是因為他出場都會帶八兩的黃金 很重的黃金 他就是唐伯虎點秋香 回頭那個挖鼻孔的那個對不對 真的嗎 你有兩個人 八兩金 這個很少人叫得出來 台灣人 我不知道 香港人都知道 都知道 但是我必須說實話 你比較好看 謝謝姐姐 你太好看 沒有 可是因為我很喜歡他 真的 像我 喜歡寵物的話 也喜歡那種 像那種卡帕 這個字是真的假的 假的 那剛剛是那個化妝師 幫我畫了大概20分鐘才畫好 真的嗎 對啊 好像真的 好像喔 卡古 卡古 請問你是什麼時候 覺得自己像八兩金的 大概在半年前的時候 沒有 主要是很多朋友 都一直講我像八兩金 你為了像八兩金 連頭髮都留得跟他一樣 對啊 這是真的啊 這是真的啊 因為我才想說這樣 因為以前 常常也是會留一些帥哥的八金 你人生好大的志願 對 主要是 你長大要像誰 八兩金 好大的志願 其實也不錯啦 每一個人喜歡的朋友 你是想過去香港發展 是沒有想過 可是如果有機會 也想去試看看 對 因為我其實很想跟他本人見一面 他聽說他的個性 他可以 可以模仿很多的人 可以不斷的變臉 你知道我們他們有一個 豬哥哥哥 那個頭跟你一樣 那你去訪問那個袁曉迪大哥 好久沒看到他了 小弟弟你好 小弟弟你好 你是香港來還是台灣來這樣 我是香港 不是啦 香港我是台灣來的 聽說你最近要出唱片 不錯 是… 所以你以前那個中出江湖 很好聽 海綿寶寶寶 大家好 我是海綿寶寶 其實我今天沒有辦法跟你互動 沈玉琳 大家好 有聽過一句話是不是呢 水星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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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魚 人力魚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播在出場之前 先介紹我以前的照片 頭髮都長出來 你可以講566嗎 你可以講566嗎 其實平常大家都以為 主播只會爆氣一下 今天主播要來點不一樣 其實我是要來背唐詩的 那麻煩請給我點tempo 好 我自己來就好 好 5 6 7 8 少小離家老大回 相依無改必毛吹 和同相見不相似 笑問客從何處來啊 何處來 現場請掌聲 好厲害 這新的 你是新的耶 菜頭大哥 喂 不要說我像菜頭 又會這樣滑走 我跟你獎金知道嗎 發兩斤 小辣 謝謝你Q 好笑 不笑 不笑 菁姐不笑 好笑 你真好大 真好大 真好大 來啦 回來啦 陳雷很像 謝謝 謝謝 你還會模仿誰 我今天陳雷本來是要準備 一段是比較不一樣 來啊 好 你看起來就比較有看透 聽說你還會模仿阿凡達 對 對啊 阿凡達怎麼模仿 那待會兒可以加在裡面嗎 還在賭嗎 可以啊… 好不好 陳雷完 然後就突然變阿凡達這樣 沒有 我會講一下話 然後就轉身這樣 好…自己變好不好 好 來 來 好 來 是人就是每次都你 我必勉強 我必勉強 你是陳曉筠吧 太久了 大家好 我是陳雷 平常大家都以為 我只會唱台語歌詞 今天要給大家一個 全新的感受 但是請幫我大家拍子 這樣好不好 好 來 1 2 來 1 2 3 4 愛上 啊… 啊… 你和我在這場是 啊… 啊… 唱聲聲變得是愛上 啊… 啊… 愛就是本人的音 啊… 啊… 飛我們的Party 好笑 好笑 阿凡達… 阿凡達… 好笑喔 菁姐 我要研發一個新版本 好… 睡覺版的阿凡達 好 睡覺版 睡覺版 好 睡覺版 那個你要問我一下 好 你要問我說你怎麼睡覺這樣 好… 那請問你怎麼 平常怎麼睡覺的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 睡覺版的好可愛喔 可是我講話你睡著 你知道嗎 好 好可愛喔 好厲害喔 你又什麼啊 在講你自己又什麼啊 我叫我腳滾 那我要自我介紹一下 好 自我介紹…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 有一位模仿界的前輩 郭子妍 郭哥 然後他曾經模仿一個人物就是 阿凡達到中間 更想給我們時間 今天要介紹什麼 就是明年的 阿凡達天后公 你腳滾… 你腳滾… 怎麼這麼軟Q 好 謝謝 好棒喔 真的是天生的耶 好紅了啦 真的好紅了啦 真的腳滾用 真的 你太厲害 我覺得他應該很快就會到 那個… 那個衛士的另外一個叫什麼 風神無雙 風神無雙 有 現在就有在裡面了 一定喔 對啊 他太適合了 裡面都是珍奇異獸 對 而且 而且你的模仿也是就是 讓人家覺得是精緻的 會有那種靈魂的感覺 對 因為我家 我有加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模仿如果單單的只是這樣 我覺得比較跳脫不出來 阿凡達睡著 阿凡達跳蔡依林 阿凡達變成阿里布達這樣子 對 我覺得他敢 他敢就很棒 對 看到沒有 這樣子啦 怎麼辦 台灣的聖誕也都這個樣子了耶 鄉親也他剛剛有帶來一段歌曲 那我可悲在那邊也帶來一段歌曲 很好啊 你還有歌曲 因為最近有一首歌就是 就是 我有一個喜歡的偶像 它叫B B 對 然後他要去當兵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他的歌 然後我想說在節目上 希望他能夠看到唱 那可以不要用稱讚 B的歌是什麼 轉身之後 在我轉身之後 對 那你是會用自己的版本唱嗎 對 我用自己的版本唱 好 你要唱B的歌啊 沒有 我要唱四代B型 好 聽聽看 所以你要變兩個人的聲音唱嗎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一人分四兩腳就對了 你表演這麼精采 那前 沒關係 我輕唱就好 沒有CD啊 他是為了現在B 對 我輕唱就好 因為我只唱副歌而已 短短的 好 你不要太長 不要太長好不好 太長我們就要剪掉馬子晴 菁姐 這樣我們可以 還是可以接受嗎 我先跟你們說一聲不好意思 那從香港來又不好去剪他 不然就剪到蔣有波 好 那我在這邊 你好 為愛付出瘋狂 為夢獸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 變得更堅強 為執著很重執著 為你說了別話 別說我一直找不到方向 B 才為愛付出瘋狂 為夢獸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 變得更堅強 這個時候 後來陳蕾也加入了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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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宅男女神這樣 很漂亮 對 不喜歡他講的話 就我們是為了要留你的時間 真的假的 你以為那個台灣的那個 十點線 對啊 你知道一分鐘多少錢嗎 廣告多少錢 十秒三萬三 什麼 十秒廣告費三萬三 然後六萬六之間 你知道他一出來 絕對會擠壓到你的表演 對啊 你再考慮一下他要不要出來 那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你剛才那樣唱 蹲兩下就六萬六了 真的 蹲兩下就六萬六了 那個價錢騷動幾次 阿凡隊早就十萬了 對啊 你就知道你要感謝我們節目 而且我們全球都看得到 好不好 趕快做 他真的出不來了 好 OK 好 謝謝菁姐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還有一個 好了 接下來 5號 5號妳好 哈囉 菁姐好 夏偉哥好 宅男女神 所以人家說妳像宅男女神是不是 其實我是蠻多 就是美女的綜合體 只是因為近一兩年的話 我都一直被講說 我很像一個宅男女神 誰 李玉芬 但李玉芬不是像 許若瑄嗎 對 所以我很早之前也有背說 就是某個角度神似很像許若瑄 那妳比較喜歡說像李玉芬 還是許若瑄 我都很喜歡 妳很不得了 因為都是美女 那還有講過哪一些美女的 說妳像的 之前的話也有講說像那個 逸璇 逸璇 這個跳動跳蠻大的 好多耶 教英文那個嗎 跳蠻多的 對 妳說那個 下盤有點大那個逸璇嗎 是 妳這樣怎麼還要想要 Vivian完之後 妳要初璇完之後 妳不要這樣 逸璇臉至少是很漂亮的啦 她只是下半身稍微有點就是 打了一點點 對啊 但是妳知道 現在要紅不是那麼容易 待會兒出來 妳可能需要跟 袁曉迪大哥擁抱 妳願意出來嗎 三成 妳是帶著很累生意 很累生意 帶著臭氣 不是一直期待嗎 袁曉迪大哥 應該很幸運 跟妳擁抱 對啊 自己的聲音好像很 對啊 好像很不敢 不敢玩 不敢玩 對 妳出來因為跟她接吻 如果不跟她接吻 不讓妳出來妳願意啊 真的嗎 對啊 那我可以跟菁姐接吻嗎 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 我要跟古賓啊 我不要啊 就是願意啦 對 願意啦 好 加油喔好不好 好 好 李玉芬對不對 對 歡迎5號 好 好 李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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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誰啊 好 你冷靜 妳冷靜一下好不好 她騙妳 誰騙妳的 李佳比較像吧 誰要去揍她 李佳 我真的要聲明 那小莉大哥妳冷靜 妳冷靜 妳真的像奕萱 溫蘭 眼睛 溫蘭沒有錯 可是剛剛真的我化完妝的時候 真的很多都會講說像 李佳 李奕萱 奕萱 身材比較像 身材像李佳啦 對 對 頭髮像歐陽霏霏 對 李芬是有點勉強啦 嗯 勉強的 就是你眼型眼鏡可能同一個牌子而已 顏色 大哥馬上說這不愛情 這不愛情 不要 妳要走路 妳要走路 站好就站好就好 那大哥哪個招呼 他真的很久不見了 要跟他報一下 你好 你好 大哥剛剛很開心的你知道嗎 還期待耶 準備越越意識了你知道嗎 你站那裡就好 沒有 沒有 所以妳有什麼要 故事要告訴我們嗎 我曾經就是因為就是 真的有被說像那個 李玉芬的部分 然後就是被 很多大老闆說要包養 但妳今天這幾天後不會 很多人在往後上攻擊妳 妳剛才是有遲疑了一下嗎 還是 包 包大人嗎 還是 她說很多的那個工廠 什麼老闆要包養 真的 多少錢 250 沒有啦 有一個是她開家 她是那個 就是建築設計的老闆這樣子 對 然後她 就當時那個時候是 原本一開始是她員工打電話過來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找 然後就打了我的電話 然後就一直打 連續打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她們在哪邊看到妳 應該是那時候我在真工作 她在104上面去搜尋這樣子 可是我沒有投他們的履歷 因為完全是不相干的 那妳真工作的照片 會這麼漂亮嗎 照片嗎 妳真工作的照片 妳是說 菁姐妳是說 80分鐘了 她說80分鐘了 快點 怕他已經拿了 快點 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真的是不是舉80分鐘了 對 一集才60分鐘 妳超過20分鐘的 就待會兒要剪別人的了 所以妳有什麼小意 有話要說嗎 趕快 有 如何表現自己 讓大家記住妳的 好起來有甜 這是 好啦 講包養 我還沒講完包養的部分 就是曾經開價有 就是30萬 2 30萬 她就是一直打電話過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妳可以當我們公司的花瓶沒關係 那個氣球是妳的嗎 是 是 別講 就是氣球 故事 別講 別摺氣球 妳還會摺氣球 對 因為 我本來就是都是接主持場的部分 就是外面的主持場 對 然後 後來就是覺得說 其實小朋友的話 他們有些生日Party 或有什麼一些小活動的話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 趕快把握幾間 快點 幹嘛一直催我 妳可以邊講邊 進入80分鐘很快 要放音樂了 好 要放音樂 對 妳先證明一下 妳真的會這個才藝好不好 沒有 我先 首先先教大家一個 就是最簡單的 如果說爸爸媽媽 你想要就是 讓小朋友開心的話 你買這種氣球 然後教一個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你只要大概六顆圓球 你就可以組成一個小動物 他教你怎麼整 好 妳就要轉了四個圈圈了 對 現在有四個圈圈 四個球 可是他只要六個球的話 就可以形成一個 六個啊 對 六個 要不要下次再來 不要 六個很簡單很簡單 其實爸爸媽媽們都可以學習 對 我們先把五個這樣子 其實 他做得很好 搞不好他要剪掉錢給你三個了 對 然後其實這個形狀 已經大概有點出來 有猜出來了嗎 貴賓狗 謝謝各位 下音樂 貴賓狗 我猜中 這一姐 這怎麼會是貴賓狗呢 烏龜 葡萄 我們猜中就下音樂好不好 不要啦 不要啦 蠟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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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烏龜 我現在要先把後面的先消氣 是烏龜 是 是 真的烏龜 對 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的外型就大概出來 可是我要稍微幫他做一個 整形的動作 老鼠 對 沒有啦 還是烏龜啦 就只是說 因為烏龜外型它會 我們把多的這個氣球部分 妳把它變成忍者龜 然後把它繞起來 在那個它的龜殼部分 這樣子 像忍者龜耶 對…然後我們再把它 好冰喔 來… 妳角度給鏡頭看一下下 快點 先給鏡頭看一下下 可愛… 好可愛喔 繞一圈那樣子 還不錯耶 小朋友耶 妳就是可以譬如說 妳可以想說 那我們可以幫他畫眼睛 看你是要公的還是母的 有沒有 母的話我們就加睫毛膏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這是畫眼睛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怎麼那麼害怕 不會抱… 乖 真的 妳剛剛講說妳一個月 人家給妳多少 20萬 20萬 好 謝謝妳今天來喔 好不好 好 高興 這樣的是 玉仙對不對 玉仙 玉仙 妳還有時間可以做 快點 妳可以完成 真的很可愛 然後今天要謝謝所有的藝人 你們到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像剛來的 下次再來喔 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 貓頭鷹 超美 對 這是我最難的 貓頭鷹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那個明星年離婚 姐姐 他們會計算錯亂 真的 對 快 今天要謝謝袁大哥 謝謝 請專輯大賣喔 好不好 謝謝 祝所有新人 未來新運大發 謝謝各位細節 好不好 妳一早來一起看 好可憐